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的新債規模亦一直破頂 一直到高位 需要太擔心日本本身整體財務的狀況呢 我想短暫來說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已經打好龍通 基本上日本央行都說得明白 如果日本政府不斷發債時 市場買不完的 日本央行都會主力去買 原因是它要控制著資息率 在它的目標水平裏面 所以也令市場覺得 日本政府怎樣發債也好 其實短期內日本央行都會搞得怎樣 不過我想大家都明白 如果有讀過經濟學都知道 當社會不斷供應貨幣增加的時候 有機會會出現兩個負面的影響 第一就是通脹 第二就是貨幣方面 有機會有大幅貶值的情況 所以我反而覺得 債務方面日本政府短期未必太可怕 反而要擔心的就是 這兩個負面因素 有沒有機會真的會出現 如果日元貶值其中這個因素 本身日本也是靠消費旅遊和出口相關的 即是比較主導的經濟 如果日元貶值的話 都對於日本本身面對著疫情之下 那個經濟會更加雪上加上 反而不會 如果日本貶值 我想日本政府很開心 因為剛才也說了 一個出口型的經濟 所以如果日元是貶值的話 其實對日本的出口會有幫助 但是它貶不貶到 當然貶到 我想就看回國際形勢 過去來說大家都知道 日本能否貶值 其中一個考慮點就是美國的取態 還有那個需求呢 我想需求方面 我就覺得未必太過重要 反而美國方面 容不容許日本 有一個大幅貶值的情況 不過我會覺得 始終你說貶值當然 如果你說由現在這個水平 貶到1.15%當然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失控貶值 這當然不是日本政府上出現的事情 所以還是要看看 是循序漸進 慢慢貶值 去到一個覺得安心的水平 還是去到一個信心的懸崖 突然間對整個日本 對整個日本經濟都沒有信心 是貶值到失控的 那兩個是一個很不同的後果 如果你說小幅度貶值 去到1.15%至1.20% 我覺得日本政府 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甚至開心 因為我們見日本政府 那個最新報告 看出口都是悲觀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疫情之下 企業投資 就業市場 它都是看得比較弱一些 那問題是 你整體經濟 如果都沒有什麼反彈的動力的時候 就算你再做那麼多動作 或者日本央行再做無限的一些措施去幫忙 都救不到幾度 其實都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透過印鈔 然後去減低借貸成本 來延續經濟疲弱的收縮 不要說有增長 盡量去撐住經濟 我想全球大家都是這樣做 所以剛剛說 究竟日圓會否貶值還是升值 這件事都比較難說 因為都是看哪個國家引得多些 哪個國家引得少些 去做對比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經濟狀況 也不是印鈔可以解決的問題 因為剛剛都提過 當大家都擔心第二波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出口導向營的經濟也好 作為一個旅遊導向營的經濟也好 你很難在疫情未解決之前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經濟復甦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如果只是政府或央行 要繼續這個措施去支撐經濟 不斷印鈔 不斷購入一些企業債 或者儘量不要令企業破產 這樣的環境下 當疫情如果真的完全不完結 繼續這個狀況的話 最極端就是 將所有公司的債務都賣給自己 然後可能全部公司已經國有化 這也不是一個可行的結局 如果真的這麼極端 就說全部企業都已經變成國有化 我想接下來疫情過後 經濟活力又或者經濟效率會非常低 因為當企業不需要倒閉 有什麼可以有政府和央行撐住的時候 他們再創新的能力都很低 所以我想疫情未過 當然擔心何時可以過 以及經濟活動何時回來 疫情過後又要擔心 就是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 如何解決 我想這件事都會繼續纏於全球 不是說只是日本 如果說到企業 看到穆迪都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關注日本的銀行 我想都看著央行的狀況 也本身日本的經濟結構問題 都特別擔心他們的盈利能力 即全球的銀行都會轉差 他都特別擔心日本的銀行的狀況 我想看盈利前景 當然第一就是壞賬方面 正如剛才Edison所說 全球的銀行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當經濟不好 企業的盈利大跌 甚至有虧損的時候 銀行方面借了錢給企業 當然壞賬的機會是會增加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銀行 美國、歐洲、甚至亞洲區的銀行 都大幅增加和撥避 都是為了這個情況 不過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真的說負面的日本 應該不是最負面的 因為有些國家 你見到利息的息差 因為疫情之下 有大幅收窄的情況 反而日本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 日本可能是負面的 不過相對其他國家 可能沒有那麼負面 也要看解除了緊急事態之後 究竟日本的經濟重拾動力的速度 可以有多快 節目時間到這裡 再會 如果你想去更多 你多快 我來支援 響告 臨來支援 賠心 ?